大家好 歡迎來到愛門享受健康系列的頻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愛門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 在年假、慶生、慶功等親朋好友相聚的期間 你放縱自己享受了各種美味的食物和飲料 吃得開心、喝得暢快 卻也讓你的腸胃和身體感到不適 甚至影響了你的減肥計劃和健康狀態 如果你有這樣的困擾 那麼你一定要看看今天的影片 因為我將為你分享一些在暴飲暴時快速恢復健康的排毒秘訣 讓你能夠在享受美食的同時 也能保持身體的平衡和健康 為什麼暴飲暴食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暴飲暴食是指在短時間內過量的攝取高熱量 高脂肪、高鹽分、高糖分等食物和飲料 這種行為會對身體造成以下的負擔 暴飲暴食會增加腸胃的負擔 因為腸胃需要消化和吸收大量的食物 這會導致腸胃蠱動減慢 造成便秘、腹脹、腹痛等消化不良的症狀 暴飲暴食會增加肝臟的負擔 因為肝臟需要分解和代謝大量的脂肪 酒精、毒素等物質 這會導致肝臟功能下降 造成肝臟脂肪化、肝炎、肝硬化等肝臟疾病的風險 暴飲暴食會增加血液的負擔 因為血液需要運送大量的營養物質和廢物 這會導致血液粘稠度增加 造成血壓升高、血糖升高、血脂升高等血液疾病的風險 暴飲暴食會增加心臟的負擔 因為心臟需要為全身提供足夠的血液和氧氣 這會導致心臟負荷增加,造成心率不整 心腳痛、心肌梗塞等心臟疾病的風險 暴飲暴食會增加腎臟的負擔 因為腎臟需要排除大量的水分和廢物 這會導致腎臟功能下降 造成腎結石、腎炎、腎衰竭等腎臟疾病的風險 暴飲暴食會增加體重和體脂 因為攝取的熱量遠遠超過了消耗的熱量 這會導致多餘的熱量被轉化為脂肪 儲存在體內造成肥胖、腹部肥厚、皮下脂肪增加等體態變化 暴飲暴食會影響情緒和精神 因為食物和飲料中的一些物質會影響神經系統的平衡 造成情緒波動、焦慮、抑鬱、失眠、疲療等心理問題 中上所述 暴飲暴食會對身體的各個器官和系統造成嚴重的負擔 不僅會影響身體的健康 也會影響減肥的效果 因此,我們應該避免暴飲暴食 或者在暴飲暴食後即時採取一些排毒的措施 來恢復身體的平衡和健康 如何在暴飲暴食後快速恢復健康 如果你不信已經暴飲暴食了 那麼你不必過於自責和擔心 因為你還有機會挽回你的健康和體態 只要你按照以下的排毒秘訣 你就能夠在短時間內恢復你的健康和活力 並且減少暴飲暴食對你的影響 以下是一些在暴飲暴食後快速恢復健康的排毒秘訣 你必須知道用大量喝水開始新的一天喝水 可以幫助體內排毒 在假期期間 水可能是許多人害得最少的液體 因為大量的酒精 含糖汽水、咖啡、果汁等飲料往往是聚會時的首選 這些都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咖啡很久也容易因為飲料而脫水 而不水正是排毒的關鍵 研究發現 水有助於床體內清潔身體 並透過減少發炎和排出體內毒素 來促進能量和新陳代謝 這也對消化有很大的幫助 改吃水果和蔬菜等清淡飲食 清淡飲食可以減緩腸胃的壓力 過度食用而雜物、甜食、高鹽分等食物後 是時候該讓身體恢復正常 此時的人們應該先避免吃素食 而以一些水果、蔬菜等家常菜取而代之 最好是能自己料理 因為這樣更能控制油量和鹽分 調整飲食不用做到非常極端 緩慢、適度減少垃圾食物的攝取 並多吃源泰食物 能夠有效提振精神 活動身體 讓自己流汗 運動可以促進消化與代謝 愛運動的人也許年假依然會維持著運動習慣 但如果你是個本身就不愛運動的人 那真的也該在暴飲暴時候動一下了 運動是促進消化、維持體內環保的關鍵方法之一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 就算在家做瑜伽 外出散步也很好 慢跑、騎自行車 長距離散步和高強度的瑜伽對健康很有幫助 這能釋放體內的毒素 讓人感到神清氣爽 調整睡眠習慣 調整睡眠習慣可以幫助恢復健康 每個人在假期時間 睡眠習慣一定和日常上班完全不同 晚睡、熬夜和不規律的作息幾乎是休假的日常 一旦如此慵懶的過一陣子 在開工後一定會無精打采 儘可能在作息結束的前幾天 就調整睡眠習慣 就算睡不住也因閉目養神 讓身體適應 因為睡眠不足容易傷害腸胃 儘量避免外食 外食常常會帶給身體更大的負擔 當精力暴飲暴食的過程以後 此時 外食通常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大多數餐廳都提供高脂肪、高熱量、高鹽份的食物 吃完以後反而更增加身體的負擔 就算真的沒辦法自己烹飪 單純選擇水果 沙拉來當一餐的果腹選擇 也不是件壞事 減少或暫時戒酒、戒咖啡因 每到假期間 飲酒的攝取通常是過量的 在連假期間大量喝酒 喝咖啡幾乎是每個人的日常 但喝太多酒除了有酒精中毒的困擾 隔天也容易產生各種後遺症 而咖啡因是種刺激物 喝太多容易有不容易入睡 傷胃、腸胃不適、增加膽固醇 血壓升高、失眠、頭痛等困擾 因此如果能做到短期間內暫時戒酒 借咖啡因的選擇 你會漸漸發現身體恢復不少 不要帶著罪惡感來改善健康 如果連大吃大喝都要帶著罪惡感 那真的會非常不快樂 帶著罪惡感還遺憾的心情來做體內環保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在飢餓或減少食物的狀況下 身體會開始儲存比平常還更多的熱量 並需要休息來重建和恢復自身 因此如何專注於生活方式的微小改變 有助於整體健康 畢竟生活有時候已經夠苦悶了 如果連大吃大喝都要帶著罪惡感 那真的會非常不快樂 因此深呼吸 釋放自己的罪惡感 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 活動筋骨 那會非常的自在 不過最好的保健方式 應該是可長久持續而健康的 每個人的身體和需求都不一樣 建議諮詢我們的營養師或健康專家 以獲取個人化的建議和指導 根據你的目標 身體狀態和飲食習慣 制定適合你的健康計劃 那最後祝大家都能夠輕鬆享受健康 謝謝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愛門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頻道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才會收到最新通知